HELLO 大家好 我是女大特派員邱美寧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微風廣場的Kucci專門店的盛大開幕 這次的裝潢風格我覺得更加有他們Kucci的精神 讓我來帶大家進去看看吧 這間房間是有點打造很像是VIP room的感覺 裡面呢有珍稀的皮革的包包 然後也有一些珠寶 看一下它的那個設計的切割 其實就很像Kucci他們一貫的風格 就是有點奢華細節也是很細緻 這個就是像葉片的一個設計 也有他們專屬的LOGO的耳環吹雕式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珠寶細節都是非常仔細的 在這個房間它的包包的皮革就是以珍稀皮革為主 它的其它各種顏色的選擇 以及它皮革的搭配都是非常的稀有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些比較限量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這個房間的產品 這款Attaché是之前很多藝人都在擠一版的款式 可是這個奶茶色呢是微風廣場的獨賣款 所以喜歡限量獨特的人 你就可以來這邊獲得這個顏色 再來這兩款也是微風廣場的獨賣款 這個顏色我覺得非常的美 這個款式也是他們的經典的款式 而且這個顏色又是顯量獨賣的款式 第三個房間它是以男女混在一起為主 這個房間的服裝設計方向是比較運動時尚 休閒 我很喜歡Cucci的設計就是因為 它是比較像Polo 3比較Casual的版型 可是它裡面細節的設計就非常的細緻 衣服上設計的質感是非常足夠的 牛仔系列它有分大的老花跟小的老花 有些人喜歡穿Logo老花在身上的 像這種牛仔的款式就是非常好的選擇 這個系列是之前Cucci跟Ideas聯名的一些款式 它延續了他們原本的鞋型 可是加了他們的Logo 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棒的合作 他們每一季都會出這款的鞋子 我很喜歡他們有一些比較奢華的一些細節 像珍珠的一些細節也是非常的美 這一季還有出像Cucci他們Logo的樂福鞋 我覺得他們家的鞋款是各種穿搭都蠻適合的 因為它的鞋選就是非常剛好也不會太大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間房間 你們看我的眼睛很70年代 Cucci它一直融合了復古 就是以前有Disco的場景 這邊一樣是有70年代的一些復古的元素 但是它又是充斥了非常現代跟前衛的設計的概念 他們一樣是經典款的竹節包 可是它色系是銀色的 真的是結合了復古又前衛的元素 有不同的皮革的鴨紋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服裝的款式 來選擇最適合你的包款 蕾絲的body 有點性感 可是又不會太娘的粉 像這樣子穿 你可以裡面再穿一個膚色的內衣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內搭的設計 外面再cover一個針織衫牛仔外套之類的 今天很高興的再次訪到Melody 哈囉美妮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到了Cucci的這個專門店 你覺得什麼東西印象最深刻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包控 所以我的印象最深刻 當然就是這個Gucci Attache的包包 這個很美 那這個包包它很美 它很復古 它很經典 你看到它旁邊用的是Gucci的那個Sensor的webbing 然後它的背法也有很多種 像你現在看到中間這個鉤子的勾把 你就是這樣子用手拿 鉤子如果解開的話 它就可以側背或是肩背 然後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這個是Gucci的設計師 Alessandra Michelle 靈感是來自於1970年代的一個經典 他想要再重現這樣子的一個icon 然後是一個iconic bag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手上的這個琥珀色 它是微風 這家獨家 對限定的 然後你把它扣起來 它又可以當晚上約會的一個包包 因為它這個扣子就是從這邊這樣子打開 它就是變成一個hobo bag 就是day bag 對對對 然後扣起來的話 就是像剛剛的那個拿法 so 這樣子拿的 我就覺得好像 欸 它非常的特別 優心 所以Melody推薦那個包款 那個包款有很多顏色 但如果你要買微風限定色 你就是跟著Melody買的顏色就對了 琥珀色 那接下來你有什麼計畫嗎 當然是希望可以多出去旅遊旅遊 去外面多看一些事情這樣子 但是就是工作跟忙 生活 現在出來可以跟大家見面都覺得很開心 很棒 可以介紹新事物也覺得很幸福 對啊 那如果你接下來要出遊去旅遊的話 假設這一次店內的單品 衣服也好包款 或是Jewelry也好 你有什麼想要推薦給女大觀眾嗎 其實因為我真的覺得包包非常好下手 那我覺得衣服帽子也很好下手 鞋子也是 其實我很難推薦單一耶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Gucci 在微風設計的這個空間真的是很容易 可以讓我們就是完全在裡面relax 然後放鬆心情 然後享受Gucci獨有的一個品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來看一看 maybe你看了以後 你就會有一些靈感 想說我這個可以帶去Italy or Ibiza這樣子 針對你想要去的國家來選那個單品 非常謝謝Melody帶來時尚活動遇到你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